我的身形、高度、我的樣子、我的聲音 不是一些很經典的監製或導演會用的女生 其實我很多角色都很願意去試 因為我很想去做一些 大家看到我不覺得我會做到的事 哇 奸角才好玩 黑社會裡面的大佬 Hello 大家好 我是J.W.王浩宜 我是一個歌手和一個演員 我覺得我是一個演員 因為我喜歡唱歌 唱歌的時候我亦都在給一些娛樂 或者我在演員的觀眾 演戲的時候 我亦都覺得我是在演一件事給大家 去演一場戲給大家看 亦都是一種的娛樂 其實在三年前 我仍然是歌手 但是我覺得最令我有一個改變 就是因為我上了彭秀偉的演員課 我上了他的課後 我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演戲 我很想找到機會給自己去做一個演員 有時你會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當時我的位置 我根本沒有可能可以拿到一個做演員的機會 所以我就跟自己說 究竟我怎樣才可以演戲 我就決定了 好了 我要簽入這間公司 但簽進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寫包單 沒有說你一定可以拍到幾套劇 你一定可以做到主題 或者你怎樣 一點完全沒有 所以其實我也是 因為我是採取了一個很大的危險 然後告訴自己 OK I'll try I'll put myself there 如果真的有的就行了 如果沒有的 at least I tried 當時我簽進去後 我就跟老闆說 很想拍劇 真的很想拍劇 等了一會 他就告訴我 有一套劇可以拍 它是by scenario 不是主題 但你會是其中一個scenario可以拍 那一套就叫做 《希澤劇團》 我很記得我拍《希澤劇團》的時候 我是跟Alex拍的 我那時候演得很開心 而且我最後一天拍完 我哭了 因為我很害怕 會是我最後一次去演 那天我最後一天就哭了 我是真的給了很多東西 讓自己嘗試去拿到這些機會 我就覺得 每一天都很值得 我記得我有一次 真的最多是拍了五十多小時 我不會去罷了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像打機一樣 你打完大哥之後 你覺得自己完全升級了 就是升級了 我就會覺得我出去 可以告訴別人 我熬過這件事 然後我學了什麼回來的 所以我也會知道 我要等到一個適合我的角色 我才可以做到 一直等 突然之間有一天 收到一個電話 告訴我 有一套古裝 可以找你拍的 但也不是主要的 但你可以回去試試 然後回到公司 發現原來是一套主要的 然後我就 真的覺得 又是一個 天賜給我的一份禮物 有時候我發現了 你不放自己在那個情況下 機會是不會來的 你不可以這樣等 就這樣坐在這裡等 等機會來 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去爭取 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去爭取 有些事情一定要 give and take 因為剛剛開始 我決定要做演員的時候 還是二字頭的 還是二字頭 二字頭 我覺得還可以去 還可以試 但是你問我 我怕不怕會太遲 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還不去試的話 我一定會後悔 我也是一個歌手 我不是僅是一個演員 所以我的歌 我都要更加努力 我現在都放了很多很多的心機 在我的歌 我亦都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我的歌 十三歲的天堂 其實我就是找了林佳謙 去幫我寫的這首歌 三部曲之後 一直都沒有說有什麼機會去合作 最近我就再找他 看看他可不可以寫一首歌給我 他就發了這個展示 我一聽的時候 我就覺得 是跟平時我的歌很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再想 究竟找誰去寫詞 我們就找了阿牧 然後他就發了一本書 這本書就叫做十三歲的天堂 整個想法就是 就算現在這個世界 可能有多亂 可能有些地方是要打仗 或者 貧富懸殊 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在發生 可能有很多小朋友 他們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夢想的事情想發生 但是發生不到 究竟可以怎樣呢 所以這首歌就是 說十三歲的天堂 我希望可以給更多的愛 Rap 著大家 就打咯